从1983年到现在,我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天使的拜访等等。 从来没有任何天上来的圣徒或者天使传讲的信息是与神的话语相反的。 他们带来的是让我对神的话语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明确。 他们也指示我,让我知道末日的预言是什么时候发生成就。 它是没有任何新的启示或者新的教义跟神的话语相违反的。 第一个危险就是离道返教的事。 如果第一个危险不能够摇动你的话, 大部分的基督徒将会面对第二个危险而跌倒。 就是廉价的恩典。 就是所谓更高的恩典。 主告诉我,就是廉价的恩典。 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 这里说,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地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廉价的恩典。 把神的恩典当着放纵情欲的机会。 人们会如何的去进行这些?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子的放纵呢? 他们对这个诱惑的邪灵敞开他们的心。 这些邪灵会用错误的道理来诱惑他们。 诱惑就是一些美好的情景, 这些情欲的东西要来吸引我们。 当它成为一种诱惑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跌倒。 所以邪灵恶者, 他会用这些诱惑人的教义来诱惑。 另外的一个理由就是, 为什么许多的基徒会在这个廉价的恩典上面跌倒。 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说,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世俗。 因为如此, 主耶稣说, 他们的财富反而成为他们的陷阱。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末日的时候, 将会有财富的大转移。 财富不要成为陷阱。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他们的财富反而成为他们的陷阱。 2. 2. 彼得后书第2章, 第15到18节, 主说, 给我们的任何的财富, 那些财富必须是你的仆人。 必须是在你的脚底下, 不是拥挤在你的心中。 主赐给你财富是去祝福贫穷人, 不是为了自己来享受的。 把存留一些是必要的。 其他的要攻击贫穷人, 要祝福其他人。 被离道被教的事情的这些原因是什么? 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 逼迫。 马太福音第24章, 9到第10节, 那些不坚强的基督徒, 他们无法承受逼迫, 所以他们会否认主, 他们会跌倒。 这就是主耶稣要我警戒基督徒, 要面对逼迫。 这就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 所有的神的仆人、牧者们要教导你们的教会, 关于将要领导的逼迫。 我相信很多人有读到这个报道, 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 在斯里兰卡有三间教会被用炸弹爆炸。 让我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教会, 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是其他外面的人没有听到的。 我从在斯里兰卡的我的一个同工那里听到这个消息。 有一个教会叫做西安教会。 他们的主日学的五十个孩童在这个爆炸里头死了。 在这个爆炸发生之前, 当这些儿童在他们的主日学里头, 主日学的老师问他们一个问题。 有多少人愿意为主耶稣殉道的? 所有五十个学生都举起他们的手。 没有人会突然之间举手的。 我的研究告诉我说, 因为我才派我的同工去研究这事。 因为主日学老师在教导孩子们关于逼迫和殉道。 这个主日学老师教导他的主日学的学生, 而且预备他们的心。 就在那天他们荣耀的死亡的那一日。 我不要用一个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秒释。 因为并不是一个悲惨的。 是一个荣耀的。 就在那一天, 没有人知道将会有恐怖分子放置炸弹。 但是圣灵感动老师问这个问题。 你们多少人愿意为主舍命? 每一个学生, 这五十个, 每一个人都举起他们的手。 这些都是小孩子。 然后老师要他们全部站起来, 说他们都跪下来, 做了一个奉献的祷告。 然后他们就去主堂那里参加主日成败。 就在几分钟之间, 整个教堂就暴涨了。 所有的五十个孩童, 加上主日学老师都死了。 他们都是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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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殉道者的血流渗透在这个佛教徒的国家。 现在殉道者的血将会从土地里发出呼声来。 第二个理由产生被盗反教的是, 就是假教师。 马太福音第24章第11节, 罗马书第16章第17节到18节, 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3节到第4节, 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 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 在末日的时候, 一大群的假先知将会起来迷惑这些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所听得到。 这就是我们如果只是从YouTube来接受信息的话, 这就是很大的危险。 那里是有好的东西, 坏的东西也在那里, 还有丑陋的东西。 所以我们从YouTube上面看的这些视频呢, 我们要很小心,要分辨。 不是所有在YouTube上面的教导是正确的好的。 有假先知在那里, 假教师在那里,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第三, 考验和试炼将会造成被盗反教的事。 路加福音第8章13节, 他们无法承受这些试炼考验。 第4, 希伯来书12章12章告诉我们说, 这个不信的恶心, 不只是不信, 而还有恶心。 这些邪恶的心会相信那些不信的东西。 这是被教的这四个原因。 有关的有限的关系, 请回答 收感覺